欢迎收看3月22号的大型电地方新闻 我是张芳琪 马上带来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台北富邦银行北新分行正式开幕 由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忠亲自主持剪裁仪式 新北市卫生局扩大结合并免费筛检服务 让高风险族群之一的洗肾病友 可以及早发现及早预防 北一社区关怀据点每周四开办动动手动动脑课程 帮助长辈训练守护及脑部灵活度 新北市劳工局举办新北市市长按摩抽奖活动 邀请台湾之光王建民代言 您知道在新店开天宫底下 有一条为了农田灌开用水所开凿的通道吗 今天的预见新店就带您来一探究竟 台北富邦银行在新店五丰重划区新设北新分行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22号上午由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忠 亲自主持剪彩仪式 北新分行除了全面升级为新一代数位分行 更结合了在地风情 以避坛景致打造了转角遇到爱主题区 让客户可以有不同的体验 台北富邦银行在新店区北新路上 先设北新分行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北新分行在3月22号上午举行开幕仪式 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忠也亲临现场 率领所有分行同仁奔香祈福 随后并主持剪彩仪式 开幕仪式上还邀请了获得全国大专辈啦啦队比赛 男女混合组冠军的十星大学啦啦队 带来活力十足的表演 这也象征了北新分行未来业绩 蒸蒸日上永活冠军 北新分行未处五丰重划区 这里为住宅商办混合的新兴社区 未来新店行政生活园区完工后 金融服务的需求将大幅增加 看准这点商机 北富邦抢供成为该区第一个建筑的银行 因为富邦银行在业界的口碑很好嘛 那我们整个建物底下有银行在的时候 等于像我们每一个住户都坐在金库上面 所以我们的住户大家也都很高兴 因为设立在这边对他们来讲也很方便 尤其北新分行这边的服务又非常的好 所以这个部分有我们的客户的时候 他们都直接去服务的一个情形 而北新分行最大的特色是以新一代数位分行亮相 在一楼设置了数位服务专区 让客户可以透过平板电脑、智慧型手机 线上办理预约开户、新台币转账、汇款、定存等服务 节省等候时间 另外在二楼更结合在地风情打造转角遇到爱主题区 以避坛美景装点分行 北新分行强调 未来将针对客户需求提供客制化服务 并且积极开发周边社区居民以及中小企业客户 提供优存方案、理财优惠等 此外欢迎北新分行全新开幕 3月31号前到分行新开户还可以获得限量小礼物 相关最新消息欢迎上网查询 记者陈平站们齐新店采访报道 您知道吗 结合病是国人感染率最高的法定传染病 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指出 洗肾者是结合病发病的高风险族群 新北市卫生局近两年的调查也发现 洗肾者发病率是一般民众的二三十倍 因此今年扩大了免费筛检服务 提供洗肾病友能够及早检查 降低发病风险 结合病是国人感染率最高的法定传染病 而洗肾者又比一般民众有更高的发病风险 新北市卫生局在近两年的连续调查中就发现 106年洗肾病友结合病发病率是一般民众的 为了保护民众健康 新北市卫生局今年除了29区卫生所外 更扩大和亚东医院台大金山分院合作 提供洗肾者免费筛检服务 以利进行预防性投药降低发病风险 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述经中就指出 结合病总死亡率达25.6% 而且传染率极高 1.7%接近两个会死掉 直接因为肺结了死掉 甚至得到肺结了这个六个月内死亡率呢 因为得到肺结了心脏啊肾脏啊肺部受不了 四个有一个都会死掉 这是严不严重啊 严重啊 新北市卫生局强调 透过丙行干扰素释放试验IGRA 就能够快速检验是否感染肺结核 并且经过预防性投药 可以提供九成以上的保护力 呼吁高风险族群参加免费筛检 维护自身和他人的健康 记者杨邦友赵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北一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每个礼拜四都会开办动动手动动脑课程 教导长辈手工艺DIY或者是画画 希望可以帮助长辈训练手部灵活度 并且多思考培养专注力 避免老人痴呆 慢慢地画出线条着色 在老师细心讲解代理下 北一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长辈们 各个沉浸在缠绕化的乐趣中 每个星期四是北一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 动动手动动脑时间 据点聘请专业的老师 教导长辈制作一些手工艺DIY以及绘画 希望能够让长辈的手部动作更加灵活 同时也可以透过思考锻炼脑力 并且培养耐心 礼拜四的话就像我们今天目前就有 惠林老师在教大家动动手动动脑 做一些小一些东西 做好以后有些他们也都会带回去 他在这个过程中 他可以训练他的脑部 看他的手 这个手是必须要有一点力气的 如果你力气不够的话 他其实着色度会没有那么好 但是他慢慢训练 他们自己知道我这次跟上次画的不太一样 我都会稍微教导他们一下 尤其是这个缠绕画 你看我在画的中间我都不讲画 就是让我沉淀 我们平常在这里都是做一些动态的 那这个就是 我们沉淀下来 一个耐心 简单的缠绕画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假倾救手 不过对于这些上的年纪的长者确实必须耗费相当多时间 尤其这里有几位长辈已经高龄八九十岁 甚至拿起笔来还会有些战斗 但是可以和大家一起画画同乐 在心灵上得到寄托 就是最大的收获 喜欢很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一起一起来一起画 就是很高兴 我们两个一个八十八一个八十三 所以很高兴 但是我随什么都是退化 这部会老师很用心叫我 画画课啊 还有做那个手工艺品啊 当然好玩啊 喜欢今天这个画画课吗 为什么 喜欢啊当然喜欢啊 我们老师太好了 在据典里摆放调货了许多展辈 今年累月所完成的作品 也很难来说 看到这些创作 自己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因此非常感谢北宜社区发展协会 对社区长辈的付出 让他们可以学习才艺 让老年生活更丰富 记者成品 咱们齐新店采访报导 为了推广新北市专业的市长按摩 新北市劳工局今年扩大举办抽奖活动 更邀请了台湾之光王建民来担任活动代言人 从3月1号起到10月31号为止 只要到新北市福岛的22家市长按摩小站 以及6间107年度优良市长按摩院 消费满500元就可以参加抽奖 奖项包括了GoGo Road电动机车等等 总价值达60万元 为了行销新北市长按摩 新北市劳工局今年特别找来台湾之光 王建民担任活动代言人 开跑记者会特别选在板桥火车站 市长按摩小站举行 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也亲自出席记者会 他表示自己是王建民的中子粉丝 很背负王建民不服输的精神 更感谢他为新北市长按摩代言 王建民从十九胜口 我一直看到王建民护伤再出来 永远不放弃 尤其最近这几年回到台湾 用他阳光健康公益的形象 来帮助很多的肉食 他今天愿意站出来 为我们的身上朋友 为我们的市长朋友 来行销来代言 我友宜身为感动 侯友宜市长随后也邀请王建民 和他一起体验市场按摩 按摩师专业的技术 获得了侯市长与王建民的大力推荐 非常得出 如果每天有这样的机会 我会更快乐 这种市场按摩就是 时间你可以自己去掌控 不用想说我要到湾里按摩 然后用多少时间花在那边 那这边就比较方便说 我需要哪个局部 我需要加强 然后他们就可以马上朋友做到 是最舒服的 老公局今年将扩大举办抽奖活动 从3月1号起到10月31号 只要到新北市福岛的22家市长按摩小站 以及6间107年度优良市长按摩院 消费满500元就可以参加抽奖 奖项包括了GoGoGoRow电动机车 55寸液晶电视 单身手持室吸尘器等等 总价值达60万元 还加码限量的王建民签名球 此外今年市长按摩系列活动 还有感恩月集点 按摩推广网络抽奖等好康大放送 欢迎民众按赞加入新北劳动云 脸书粉丝团 掌握最新消息 记者陈平这么期 新北市采访报导 广告后是预见新店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看球赛干嘛这么累 有了数位录影机 全部可以预约录 精彩画面可以暂停重播 看几次都行 随时可以轻松看 老婆爱看的戏剧 也可以整套录哦 有了数位录影机 不怕肉看精彩节目了 快播29173939 大兴电数位电视 自从我装了home security居家防护 手机一点就可以看到我的毛孩子 除了看他好不好 也可以让自己心情好好放松一下 一通电话安装到好 真的很方便 有了home security居家防护 让我在煮饭洗衣服的时候 可以很轻松的看到孩子在做什么 你用事情做到一半 还要跑到房间看孩子 真的让人很安心 居家防护 一通电话安装到好 快播29173939 大型电宽品 我有三家咖啡店 自从装了home security 电家防护系统后 帮助我 掌握所有电的营业状况 提醒我 随时调派支援能力 有效的缩短客人的等待时间 以前 我都要自己寻电 通分吸跑类似的 有了home security 电家防护 用手机 就可以远距离看到各店的状况 方便又安心 电家防护 必通电话安装到好 快播29173939 大型电宽品 上次的预见新店 带大家了解了开天宫的历史 而您知道吗 在庙的底下 有一条通道 这是过去为了农田灌溉用水 所开凿出来的石墙 在以前没有任何机具的情况之下 都必须要靠人工的方式 一凿一凿的挖 今天的预见新店就来看看这艰巨又伟大的工程 您刚刚说要开天宫是因为要开水镇 您刚刚说要开天宫是因为要开水镇 那个时候是在乾隆五年 也就是1740年 距离现在是275年前 很早以前 那么他住在彰化 他到台北来开墾 可是他看到台北这么大的一块 肥沃的平原 可是都是旱田 所以他就想要在台北地区找一条河流 开一条水镇 来灌溉这些稻田 老师 开路让水流到下游 那有什么困难的 像我们现在不都是用挖土机挖一挖 然后管子接上水就可以流啦 拜托以前拿来的挖土机 都是要用人慢慢的去挖 你说是吧老师 跟现在当然不一样嘛 以前没有电 也没有电砖 都要用人工 拿着那个锤子跟枣子 就这样子慢慢的敲 慢慢的敲 把那些土块石块 敲下来以后 还要用扁单把它们运出去 那么这一条给水走的路呢 它们就叫做酒康 这个酒康啊 就是在我们现在的下面 你们想看吗 想 哦走 我带你们去看 哇 这里好酷哦 这是隧道吗 想不到在开天空的下面 有这种地方耶 以前的人没有挖土机 能挖出这样的通道 也太神奇了吧 老师 这就是你刚刚说的酒康 是不是 是啊 你看看哦 上面两边 这个一枣一枣的刻痕 就是工人 纯粹用手工刻下来的 他们除了工程困难以外 他们还有遇到其他的困难 还有一点就是 当时工人会水土不服 常常会生病 那更大的困难呢 就是这里是原住民活动的空间 那原住民认为说我们汉人来了以后 清换他们的活动范围 所以他们就会起来保卫他们家园 就会来清洗我们汉人 那郭席柳呢 遇到了这些困难 他怎么办呢 他只好从他的这些农肯户里面 找一些年轻立状的状钉 来这里当守卫 抵御原住民的侵袭 然后他要从原住民里面 找一些人来当他的随身的护卫 还有一点 他就是能跟原住民通婚 用人工的方式 竟然可以开出这么一条的大通道 对啊 我没想到汝水要这么麻烦呢 郭席柳那个时候 为了开这个酒咖 真是费劲脑筋 还有花掉很多很多的钱 他从1740年到1752年 都没有成功 后来呢 大平民武装的人 听到郭席柳在这里开水墩 他们大平民的一片广大的平原 倒子也没有水灌溉 他就想到说来跟郭席柳合作 所以他们就出了资金 又出了人力 跟郭席柳合作 才把这个酒康开辟完成 然后又把从这里到大平民的墩道 也给他开辟完成 从此我们大平民的水稻田 才有水可以喝 而且还可以把我们新电溪的水 从九康经过大平民 再经过景美西 再去灌溉大台北的平原 接着来看宝贝奥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1月1日起按下买video快捷键 进入机上和买video 即可抽三星手机 松尼耳机等好礼 收看影片加码再抽 校普50寸4K大电视 详情可驾买video官网 上网看电视就要经打细算 现在申办精神方案 每月只要899元起 再加码赠送超商礼券 详情请洽29173939 大新年客服APP可进行账务服务 障碍报修 还可进行节目查询 接收最新优惠专案 还可透过手机进行远端录影 马上下载轻松又方便 诈骗手法便便便 小心谨慎防兽骗 杜绝黑心药品 维护国人健康 防止农工产品囤积 保证民众消费权益 法务部关心您 安康轻轨工程 自107年12月28日起 至108年3月31日止 在新店区安一路二段 与安中路口 进行轻轨工程 将调整道路路行 请用路人注意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 都会刊登在 大兴电有线电视的网站上 欢迎您上网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赵方琪 我们下个礼拜 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